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美国施压了 施压到现在拜登打烂电话了 沙利文布林肯去好几次了 结果到现在以色列都没有正常的人道主义的有一个答案 所以说可以说是更加给这样的报道 CNN的转载增添了可信度 那么首先值得一提就是谁这么勇敢去报道了 这个以色列吹哨人是个医生 医生现在非常勇敢选择的是公开抗争的方式 不但没有说什么匿名啊 不愿意透露姓名 知道告诉你什么名字 而且公开抗争 向整个以色列民众宣告现在发现的这些内幕 并且公开向以色列的国防部长啊 几个部长写信说你们现在有这个问题 应该有什么宪兵啊 行事管这个监督的 去管一些这个到底难尼啊 到底战俘有没有酷刑 但是问题在于啊 相关评论人士的已经指出什么国防部长 以色列国防部长是谁 那作为我的观众应该大家应该都知道 这是个熟悉的再也不过的名字 Uof Gallant 大名鼎鼎 他的名言之意 也是南非在海亚国际法庭 素以色列种族灭绝对的时候 原语呢 他的原话说是 IDF正在和畜生和人形禽兽作战 那他这个国防部长都管人家畜生了 你指望他对有什么人道主义 什么不要长时间靠手靠 不要不小心的让他们习以为常劫之 这有可能吗 那评论是这么评论啊 但是值得肯定的是 人家他是医生 他也可以不说的 他说他也可以不透露姓名的 他透露姓名 他也可以不呼吁公众 他可以不写公开信的 人家都做到 所以说只点点评论 你还写信给Uof Gallant 不可能有用 这个非常简单 但是做到他这一步 非常非常难 当大家都在评论 为什么他做这个方式 我看不惯他做这个方式是错的 评论方式的时候 更多评论的声音 显然应该放在 为什么没有更多的人勇敢站转 是这个环境 就不允许有这样的人存在了吗 还有他之后会不会遭到人生的威胁 会不会 我们讲什么交通事故之类 这个才是更值得人关注的 好那到底报的什么料呢 我们这里只讲公开的 这个平栏创作原因 还有法律法规不公开的 我们就这里不能讲 他是在以色列国土报 是一个中左派报纸 几个月爆料 说他见到的各种的 被囚的囚犯和战俘 和不明身份的平民 被故意的长时间的 以肢体不能供血的方式 手铐 甚至脚上摇带戒去 这样致使系统性习为常大量的截肢 这个非常好理解 上个手铐一个非常不舒服的姿势 一天24小时就这样 而且脸上戴着这个黑布 去看医生的时候都不许摘下来 那么导致肢体缺血 被迫要 所谓的被迫要截肢 是很正常 很多发达国家 比方说美国在关的纳摩 一些这个地方也是 经常使用的 CIA就水行啊 这些都是你外表上看 好像看不出来到底受了什么刑罚 但实际上就是 这个人已经几乎就成植物人了 窒息啊 缺氧啊 之类的 这也是公知群体啊 在讲到美国的时候呢 必谈的 肯定要必谈的问题 你只要说两个字 水行人给你拉黑了 好 那如果是只针对战俘的话 那么人数上 数量上 肯定不至于这么 让国家会震惊 震惊在于 以色列同时大规模的去拘留 加沙的平民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想到 以色列跟哈马斯在谈 那个人事释放的时候 为什么哈马斯放一个以色列人 只可以要求说 你们那边要释放什么 几十个 甚至一百多个 所谓的以色列的人质 那其实人家不是人质 是大街上抓的平民啊 被抓的理由 可以说无理由的 完全无理由 有理由的那些说什么 孩子啊 之前我们专门讲过 有12岁的 被IDF抓去 说是对IDF恐怖袭击的 实际上就是站在街边 IDF车子过的时候 拿石头扔 然后直接抓进去了 说你是什么哈马斯 有哈马斯的嫌疑 那么根据以色列的内阁 现在制定的 专门对此制定的法律啊 也是国土报的报道 经过他们内阁 上了一个新法律 专门针对这些加沙平民呢 可以完全无理由的 任何加沙人 只要他不是以色列的战俘 就可以直接拘留 我再说一遍 只要不是战俘 就可以直接拘留 你是战俘呢 你还是要拘留啊 战俘也是抓啊 拘留也是抓 而且上手就抓人 不需要任何拘留令 没有什么法律 所谓的什么拘留令呢 第一次抓捕 45天内 捕个拘留令就行了 45天都折磨了 你就是光啊 那个备手的 或者一些 我这由于法律原因 不展示具体的姿势 45天足够折磨到 被迫要截支了啊 然后必须要 见法官的时间 定在75天 我只要不是战俘 什么人都可以抓 抓了这45天 补个拘留令就行 什么时候见法官 75天之内见法官 大家可以带路的想象 这一刻你是加沙的平民 有什么法律能够保护你 说什么 我拿出来 你不因为依法 你不能限制我的自由 没有 没有任何 什么都没有 想抓就抓 不需要任何拘留令 什么都不需要 45天足够折磨你了 所以一句话总结 就是IDF想抓什么平民 就抓什么平民 然后说这个 违反了什么 他只要说好了 反正没见法官 他可以指控嘛 指控又不是定罪 什么 到时候还不知道 有多少人真能挨到75天 最后见法官 法官说抓错了 放回去吧 放回去又怎么样 那些没能等到 见法官那天的人 这个算在谁身上 拘留 所谓的拘留期间 遭受这个酷刑 如果说 现在人家确照人 已经说了 有这么严重 所谓被迫的截支等等 人没死 西方没起关注吗 所以说必须要讲这个 人数众多 上升什么150% 以色列媒体报道的 所以即便是 CN在转述的时候 也引用双引号 没有进行美化 第一个是非常可悲的状况 第二个是 例行惯例 routine 就是因 amputation 截支已经截的 例行惯例了 全都截支 为什么 就是因为这样 一直靠着 那么怎么能把人 靠到要例行截支的 CN也明确了 连续几天 而且是非常痛苦 压迫的姿势 值得指出 一个重点 在于 为什么这么多批评的声音 没有把诸多 反人类罪行 跟以色列政府 划开的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你去煽动的 意图 是非常明显的 政府主要 就煽动 然后呢 民众 赌 去夹杀的人 主要 救援卡车等等 你把老百姓 煽动起来嘛 你传播 错误信息嘛 你说啊 我们所有人 正在跟禽兽作战 要抹出 阿玛利克人的种子 我这里说的话 全都是ICJ 南非素 以色列 种族灭绝 在海牙国际法庭 呈唐的证据 all make clear that genocidal intent is both understood and is being put into practice the articulated intent is the destruction of Palestinian life in all its manifestations the prime minister the president the minister of defense the minister of national security the minister of energy and infrastructure members of the Knesset senior army officials and foot soldiers genocidal utterances are therefore not out in the fringes they are embodied in state policy any suggestion that Israeli officials did not mean what they said or were not fully understood by soldiers and civilians alike to mean what they said should be rejected by this court the evidence of genocidal intent is not only chilling it is also overwhelming and incontrovertible 那么用这些极端思想内容 去煽动的结果 就是以色列的民用医院 拒绝接受 加杀的这些被拘留者 因为他们是所谓的 恐怖嫌疑人 你到底是不是犯人 不是没有犯人 你没上法庭 是吧 但是根据以色列法律 你别管 你是不是 我先抓了你 你在以色列老百姓眼里 你是不是就是恐怖嫌疑人了 那你是恐怖嫌疑人 45天的时间 还不够折磨你 那如果你有个三十两转 我老百姓 我干嘛要帮助你 你不是恐怖嫌疑人吗 所以这一切的结果 合在一起 就导致了 司机先生说的 在以色列民用医院 拒绝接收这些加杀被拘留者 或者恐怖嫌疑人 所以有了什么 野战医院 野战医院是谁在管 你说民用医院不接收 野战医院可能会对他们好 所以医生人权促进协会 对报道记录的野战医院 道德败坏 直接司机先生就转述 用了个词强调说 他们的安全部的要求 所有拘留者 始终戴上手铐 蒙上眼睛 那么四十几天一直戴手铐 那基本上这个意思 包括在治疗期间 也必须戴着手铐 蒙着眼睛 甚至根据国土报的报道 这样的野战医院 通常有起码 250个人 一个医院 每天大部分时间 就一个医生 和一个基本上 没什么人接受过医疗培训的 所谓护理小组 而且就这一个医生 有时还是个骨科医生 甚至副科医生 大家没有听错 这么一个情况 虐求 虐服 酷刑 去管 去护理 这些可怜的 夹杀的被拘留者 你知道的恐怖嫌疑人 都是很偏一系列的 人家可能就是老百姓 因为你订的这个玩具 随便谁都可以抓嘛 不需要任何嫌疑 你就抓 抓了这四十五天 再出拘留令 你知道抓的是好人坏人 你根本就不区分嘛 那么去管 他们死活的 唯一这个医生 有时候患疤 患的还是个骨科医生 甚至副科医生 我们这里一定要强调 没有任何针对 骨科医生和副科医生 其实性的一个意思 但是你作为一个政府 你都知道这里面临的 可能是什么 要医治的病患 你上个副科医生 这不是故意又是什么呢 已经这么久时间了 所以说就这个问题 吹哨人呢 现在的后续 是以下政府遭到了 相当多自诩为 民主的人权的国家的批驳 迫于压力 内阁已经同意让 英国的一个国际观察团 这五个字 大家听得耳熟不耳熟 这个国际观察团 在中国当初受侵略的时候 也来了 被他国侵占领土 很多所谓当时的 现在吹的民国大师 当时对这种什么 国际观察团 解释是幻想 他们是天兵天将 哎呀 国际观察团一来 什么都好了 满心欢喜 七级的国际观察团 老爷从发达国家 他们未曾谋面的故乡 来为中国人主持公道的 没想到国际观察团 观察下来的结果就是 你这个外国侵占确实不对 但是我们也没说 这个地方 你就要还给中国人了 这个地方成立一个叫 国际管理区 由我来管 对 你不能你占着 中国人的土地 得我来占 那么今天是允许去 一些内阁 像什么经济部长之类 也专门写公开信 说是那场阿胡的 又一次地狱般的失败 和道德阵地的拱手让出 说允许什么 国际观察团来观摩 说是掌哈马斯的气 灭IDF的威风 但有一次外边 国土报底下民众评论 对这个东西 反正也没什么好话 可以说的 说国际观察团来的时候 就把这个眼罩拿下来了 手铐也卸下来了 或者叫几个八尖 就是已经说好了 刚抓的 你们其实也没什么事 国际观察团来了 你知道要说什么 说好了就把你放回去 因为这里的问题 在于国际观察团来了 你要是真不那么懂事 把已经受伤的囚犯 虽然卸了 虽然他拿下来 神情恍惚的 手上还有 靠了很久 他有折磨的印记 一直你没法休息 掉在一个很高的地方 这肯定是有印记的 那人一看不就是 你是虐球 那不能这样 所以搞一波新抓的人 或者抓他们的家里人 在威胁他们 说你去演 演个囚犯 然后跟国际观察团说 你其实实际上好得很 你刚抓的 你哪有这些折磨印记 说没有的 都是假的 观摩团看了之后 也是很开心 而且英国派的观众团 你想想 我的观众看了联合国安理会 包括联合国大会 英国代表五百大女士 怎么在案里会发言呢 英方是什么态度 那我们不得不存以 英方派代表团去 是真的那么希望 谴责以色列吗 这个问号起码存在 我没有说 他们不好 是吧 但是这个问号 结合英方 长久以来的表态 确实无法消去 就你到底去 是主持正义的呢 还是说 反正必须 是吧 得有国际观察上来了 那干啥不选一个 比较会观察的 国际观察团来呢 所以这个问题呢 很遗憾 结合英方一直的表态呢 他就不可能 不成为一个问题 只能这么说 好 那么另外一边呢 与此同时 黑暗之中 至暗时刻 可以说 八方代表 前两天的联大不是说 如此黑暗的时刻中 依然是有人性的光辉的 国度报道 同样专辑报道了 已经不是第一次 去夹杀的 伟大的人道工作者 这些医生们 给国际社会的证词 这二八景的著名教授 专题采访 那教授呢 写得很动人 前一天 他一个周末 还在美国昂贵的医疗中心里 给富人 动一个非常复杂的手术 到下周开始的时候 已经在埃及开罗 买了几吨的医疗物资 什么尿布之类 运进袈裟了 那这样的人道主义工作者 也是有的 不是没有 那这个专题报道很长 而且它是独家新闻 我这里就不能 大段的接给他 也要尊重人家的付出 做专题报道 也是有成本的 他要去做这些医疗 他要买几吨的物资 还要进家杀 武藏好了 大批的援助物资都进不去 美国都得空头 他要用这么多的物资进去 是光买物资的这个钱 是大头吗 很不容易的 所以尊重这些 独家新闻的版权 我就不大篇幅的去复制了 但是值得提出的有几个点 第一个像他这种人道主义工作者 就算你是想干好事 但是联合国能帮到的 就是让他们进 进去之后 联合国应当给的 在其他地区 这些人的什么福利待遇措施之类 他们要自愿签 责任书放弃 其他地区联合国都能保证 这些人应该有福利待遇 很残酷 但就是事实 联合国确实没有办法保证 所以说他想到最危险的地方去 联合国还被迫要人家签一个权利告知书 你要放弃 我们可能福利待遇 救护你的这个能力 责任 所以说也能够理解 为什么在南非苏 以色列海亚国际法庭的时候 有MSF 吴国杰医生 在黑板上写 我们已经亲尽所能 谁活到最后 谁就负责向世界倾诉我们的故事 这样故事的壮烈 只能这么说 那么还有一点 是也有评论声音认为说 你被以色列抓了 那是你的问题 你待在以色列给你画的所谓人道主义区 你不就安全了吗 不是没有给你画人道主义区 你一定要在人道主义区外 那是你不好 你应该听IDF话 那问题又来了 在人道主义区 人家开医院 现场看到的情况是缺义少药 受伤 轰炸也是不少 IDF轰炸难民 轰炸人道主义区 你今天才听到的 当初这样人从北边往南边撤 一路沿着撤离路线轰炸 中央处方WCK 开着那个车 是沿着那个车 一路炸过来的 就这样的情况 在人道主义区 人家医生是怎么说的 以色列国土报 还是这个专题采访 十个有九个 轰框里面这句话 十个有九个就不回来了 这是事实 人家亲身去了 这样的消息贴到脸上 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可狡辩 所以我们有一个 基本的预测 沙利文现在竟然已经说了 以色列居然 拜登打电话 沟通这么多的 布林肯 沙利文 你能想象的人 全都去劝了 还不做任何让步的话 那么类似这样 非常一线 触目惊心的消息 能够从CN 这样美国大媒体的手指缝里面 终于钻出来一些 为世人所知 也像MSF吴国杰医生 那位医生叫阿布努贾拉 说的一样 被允许向世界 述缩一些他们的故事了